嗨,大家好,我是Vivian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 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AI热点吧 谷歌全新AI视频工具VO3能够创作带有音频和对话的逼真八秒视频 该工具于2025年Google iFail开发者大会上发布 给AI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VO3能够保持角色的一致性,并允许用户调整摄像机角度 它可在谷歌的AI电影制作工具Gemini和Flow中使用 谷歌为VO3视频添加了数字水印,以防止信息错误 VO3的原声多模态生成能力,视频加音频加对话,是最大革新 区别于OpenAI Sora的无声视频 VO3能同步生成环境音,角色对白,甚至根据文本提示匹配口型 谷歌DeepMind强调其物理现象建模能力,能逼真渲染毛发,水流等细节 VO3让我想起2023年Me Journey破圈时的绘画革命 但视频的杀伤力显然更大,毕竟会动的假新闻更易洗脑 尽管谷歌宣称Sinsed水印防篡改,但用户实测发现 部分视频仍存在AI感如镜头抖动,过度锐化 且水印可能被专业剪辑规避 就算有防尾码,但用户刷短视频时谁会停下来验真尾 就像朋友圈的情感支持袋鼠 大家宁可相信AI编的故事,也懒得求真 不过,创作者的吐槽更真实 每8秒1.5美元,相当于拍短视频按针收费 这价格购买两罐可乐了,草根真的用得起吗? 技术是进步了,但落地可能先砸了广告公司的碗 再误伤普通人 毕竟,当假视频比真的还便宜 真实反而成了奢侈品 日本芯片初创公司Edge Cortex 获得2100万美元融资 用于开发边缘AI芯片 Edge AI是指在设备而非云端运行AI应用程序的芯片 这笔资金来自日本新能源 及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NIDO Edge Cortex的全新芯片 Novage旨在实现高性能生成式AI推理和设备端学习 该公司还与美国国防部达成协议 将其产品用于国防技术 1.日本半导体的边缘突围 Edge Cortex的崛起 是日本在全球半导体竞争中的差异化策略 不与台积电 三星比拼先进制程产能 而是聚焦边缘AI芯片的能效与场景适配 均是工业等硬需求领域 对设备端AI的稳定性 低功耗要求极高 这恰好是Edge Cortex的技术强项 2.政府家产业的组合权 Needle的资金支持 JASM的制造资源 Rapidus的生态协同 显示日本正以举国体制重振半导体 但需注意 边缘AI芯片的市场竞争已趋白热化 美国中国企业也在布局 日本能否在2027年前实现技术落地与商业化 还要看实际量产能力和客户拓展 目前仅Renissus等少数客户需加速生态建设 3.边缘AI的刚需性 战场无网络、高安全 工业现场实时数据处理等场景 确实离不开边缘计算 Datch Cortex的Chiplet设计模块化 可互换也符合半导体溢构集成的趋势 未来若能与Rapidus的先进制程结合 有望在全球边缘芯片市场分一杯羹 谷歌推出了AI Edge Gallery应用 允许用户在手机上运行Hugging Face的AI模型 该应用目前支持Android系统 IOS系统也即将支持 用户无需联网即可下载并运行模型 用于生成图像和回答问题等任务 谷歌称其为GitHub上的实验性Alpha版本 该应用包含一个Prompt Lab 用于文本摘要等任务 并提醒用户其性能取决于设备硬件和模型大小 谷歌这次悄悄放大招 把AI从云端拽到了用户兜里 为啥 因为隐私焦虑和断网尴尬正在成为全球痛点 想象一下在地铁里写代码 在山区修照片 不用等WiFi 还不怕聊天记录被偷看 这体验太戳打工人和网困声了 但本地化AI有个坎 手机算力撑得住吗 实测小模型 如1.5B参数 秒回 大模型 18B 卡成PPT 这波其实是硬件厂商的洋谋 倒逼用户换机 顺便教育市场 未来手机不是拼摄像头 而是拼本地AI算力 另外 开源是妙奇 Hugging Face的模型加谷歌的部署工具 让开发者能快速定制方言版AI 比如印尼语克福模型 这比B原生态更接地气 想起当年安卓靠开源逆袭iOS 这次端策AI战场 谷歌可能想用同样的剧本 先铺工具 再养生态 最后让用户离不开 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 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